台中火车站附近的激光街 在日据时代被称作荣丁 这里整齐的街道 加上绿川和柳川两条美丽的河流 让当时的台中有台湾京都的称号 井南有序的激光街 在80年代更是中部最繁华的商圈 但是随着商业重心的转移 导致中区渐渐的没落 为了让激光街恢复以往的人气 台中市激光街商圈管理委员会 特别在1月19号上午 举办激光街亚洲市集记者会 台中市政府人员和多位台中市议员 也都到场参加 表达对激光街商圈的关注和支持 希望这次亚洲市集的活动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潮 带动中区的观光和提升商业价值 希望市府进发局能够提供一些好的 这些厂商或者是管理者 帮我们这些商圈 使我们商圈 这个商机会越来越好 在这场激光街亚洲市集记者会中 现场还有贩卖许多手工原创的 生活用品和美食 其中包括造型可爱的手工馒头 客制化的手工饼干 各种口味的手工麻薯 和来自花莲玉里的优质米等 充满创意又健康的美食 让人看了都想带回家 那这个我们今天做的是现场造型馒头 这个馒头特色是我们都是用 饭糖蛋糕的技法去做中式的传统美食 那中国的点心的优点是 它比较天然健康没有负担 那我们希望都是我们东西能够尽量推广出去 所以呢就是来市集是人比较多的地方 对然后希望来的客人都喜欢我们东西 然后再回到我们店来跟我们购买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局长吕耀志表示 亚洲市集主要以结合多元文化为基础 包括日本和东南亚的文化 让中区可以成为一个人文汇萃 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区域 未来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亚洲市集 第一场激光街亚洲市集将要在1月30号举行 预计现场会有40到60个小摊贩 欢迎所有的民众来参加 体验充满艺术气息的文创市集 记者陈文旭 刘淑平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